羊民醫院院長黃寶紅率領同仁 帶來精彩的上菜秀 為長輩送上熱騰騰的年菜 希望他們在歲末年中之際 也能感受微如的熱鬧氣氛 我們除了一般就是顧及到 它的口味以外 其實也是由我們整個 羊民醫院區的營養師去精心調配 不管在營養區都很適合 不管在從它的菜色 營養 甚至在攪決的口味 都比較能夠適合老人的一些 不知道在牙齒上的一個不足 或者是吞咽上的一些困難的設計 象徵一元腹始的筍肝腿褲 代表年年有餘的五味醬無鍋魚 其他像是醉香雞腿 五穀鮭魚飯等總共八道菜 是老五老基金會 特別為獨居長輩準備的年菜 兼具美味 營養和健康 我們的對象其實是以獨居老人為主 有些物質其實不適合獨居老人 因為有些老人家 他沒有辦法自己料理 所以送米給他 送物質給他 可能他沒有辦法自己做這些事情 反而我們製作了一些適合他們 像我們的這個擁抱獨老 愛不打烊的活動 其實除了我們年菜之外 我們也會帶我們的獨居長輩 一起去購物買他們生活上面的一些用品 受到大環境不景氣影響 目前年菜任捐還缺近千份 人獲採買 居家修繕等募款也只有兩成 基金會期盼社會大眾能共同響應 幫助長輩幸福過好年 讓愛持續不間斷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劉祥廷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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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